排队买快筛事迹却意外的引爆肢体冲突 有女子到新北市新店的药局排队买快筛 她边等边抽烟 烟头还差点烫到了旁边的小朋友 孩子的妈妈火大上前理论 结果越吵越凶爆发了拉扯冲突 救护车紧急赶到现场 冲突似乎让目击民众看傻了 围在药局门口往里面瞧 两名女子在中午的时候 来到这间药局买快筛事迹 结果在排队途中 两个人不小心爆发了肢体冲突 就这样在大街上打了起来 事情发生在28号中午1点左右 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一段 当时代姓女子边排队边抽烟 差点烫到旁边的小男童 血头妈妈是位韩国籍妇人 她护子心切立刻上去理论 要求对方可不可以不要再抽了 结果两人因此不但爆发口角 还打了起来 混乱中抽烟的代姓女子摔倒 韩国妇人胸口脸部也有擦措伤 双方火气都不小 到医院验伤后要互控伤害 根据了解当时在药局外头排队 要买快筛事迹的人真的很多 韩国籍妇人看到儿子险些被香烟烫到 口气可能又不好 引爆拉扯冲突 到底谁对谁错 谁先出手 警方还要调阅监视器才能判断 现在两人都想讨公道 后续得自己去跟法官好好说清楚了 记得三文城杨文豪新北市才能报导